大家好 我是團長Joey 多謝你又來探望我 我生日啦 今年的生日很簡單 我會和一個我生命中最最最重要的人過 而你們也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所以我特別拍了這條影片 想和大家一起去過我生日 待會我會出去吃飯 出去吃飯後我就會回來 今年我準備了一份禮物給自己 現在先煮個早餐 然後下午就去吃大餐 很多時候我都想說今天心情特別好 或者有什麼特別需要慶祝 然後想說不如下街吃個好的早餐 但很多次我都打燒了我的念頭 因為我想起百多元吃一個早餐 和我在家做一個汗底的三文治 其實都是同樣的開心 後來我自己做 在錄影的過程中大家聽到鼻翔的聲音 大家千萬不要驚訝 因為蛋蛋在我正前方很舒服地睡覺 好開心 吃一口我的招牌蛋豬 蛋豬是幾不懂得煮的 都可以煮得很好吃 不行 是不是很棒 只吃包太飽 不太滑 就可以加一個火龍果 踏入這一個其實33歲 雖然其實過了30歲之後 都已經對每一個數字的感覺不太大 但不知為何 可能真的剛剛踏入 聽到33這個詞 都會覺得 我已經33歲了 我昨天跟我朋友的侄 去玩燈籠的時候 他搶了我的電池 我還在心裏給他發脾氣 我那刻覺得自己33歲 你真是笑死人了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你們每年的生日 對於接觸一個新的歲數 我的感受是怎樣 無論你是二十幾 三十幾 四十幾 五十幾 六十幾 我都很想知道 你們現在的狀態是怎樣 片尾的時候 我可能都會分享一下 我的32歲 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樓下分享一下 這個年齡的你 其實你們的生活又是怎樣 我現在來到尖沙咀的假日酒店 我早就約了我媽媽 我生日的時候 我們去吃自助餐 我還預約了半島酒店 我媽媽堅持吃尖沙咀的假日酒店 她說是她吃過最好吃的泡妃 然後剛剛來到的時候 她說 都不認得到 之前十幾年前來 我聽到 原來她想一起十幾年前來吃 好了 帶大家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吃 這個泡妃好像很棒 對 黃妹杏仁塔 這麼快吃羊架 你看 你不是喜歡吃沙咀嗎 都不知道放在哪兒 都不知道放在哪兒 用這個碟裝這麼搞笑 謝謝你 哇,羊架好吃 猜不到 她的樣子像眼角似的 好吃 很香 超香 超香 吃了 已經吃了 嘩 嘩 自從上幾次吃壽司 又嗚又嗚 我都不敢再吃 看 不敢吃太多 第二回合 這裡居然有這個小炒和 很搞笑 謝謝 多謝 嘩 這麼多 我有了 我已經吃了一個了 夠了夠了 夠了夠了 我不知為何現在 我真的 吃不到浦菲 有時候 真的想 用浦菲的錢 去吃一些好吃的餐廳 但是 我又不是很會找那些 美麗的餐廳 有些東西又飽又好吃 不太會找 吃完這個浩仔粥就夠了 夠了 飽了 哇 真的好餓 好了 看我許願 你有什麼願 快點找到老公仔 哎呀 哇 又是那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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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許 不准許的那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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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事業型女性 不要經常叫我結婚 真的 嚇死我 哈哈 謝謝 謝謝 呵呵 哈哈 蛤 哈哈哈 好香啊 好香啊 好像绿豆沙 是不是可以拿来布绿豆沙 好专业啊 当然啦 我会影响的嘛 要过去站那边 有没有按键 要按吗 刚才我按了 哇 多漂亮 这个很漂亮啊 有了8月500 这个都漂亮 是不是 这个开了 又买这个 我就说这个 很快 这个又来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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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啊 包好了 我给了我自己一份礼物 现在先洗澡 换完衣服 晚上再跟大家聊天 和拆这份礼物 我花纸买不够 所以这边是没有包 不要緊 都要了 嘿呀 OK 好了 终于收拾好东西 换完衣服 洗完凉 乾乾淨淨 和大家聊聊天 其實我做全職YouTuber 只是一年多的时间 但我觉得这一年的经历 令我改变了很多很多 我想可能是由我自己可以决定 和别人慶祝生日的时候 我已经是很久没有和我妈去慶祝了 我记得在我旅行的过程中 去一些长旅行 短旅行都好 每一天 接近每一天都会和我妈Facetime 其实我以前甚至是 回到家 是不知道和我妈聊些什么 去到现在 每一天都可以Facetime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 在长旅行的时候 我有很多即时的喜悦 一些快乐 我很想分享给别人 那我就会选择一些 可能我最靠近的朋友去分享 但是 人家也有别人的生活的时候 可能你早上跟她说 去到晚上才会跟她说 对呀 等你开心 但后来慢慢就习惯 有什么开心事 第一时间是和我妈说 世界上最会最会真正替你开心 或者想你开心的人 一定是你的父母 一定是 唉 好像讲远了一点 很烦的 讲家人呢 我又要停机 辛苦很多次 所以 我们现在早点开心点 就是拆礼物 这个礼物 先说明 它是一个品牌送给我 但是 这条不是广告 为什么我会把它变成一个礼物 一边拆一边和大家说 刚刚自己包完 雖然生日我不会像以前那样 祈求很多很隆重的庆祝 但是呢 我也是有少少认识感 是追求的 那我都希望自己可以 有一份礼物 本身呢 我是打算去买一份礼物 给自己的 但是 我最近那个 物浴又不是说 真的那么强 没有一些 是我真的 哇 非买不可的东西 而这份 礼物 由品牌送给我的礼物 是 是有个故事和大家分享的 哇 这个是Case 这个是Gun 咦 咦 是它啦 这个呢 就是Insta360的X3 因为呢 礼物呢 其实我都会很想 在一些对我现在做的 是特别有纪念价值的 所以我有想过 买一部相机给自己的 但是呢 我又不是说很追求一些新款 就将这份当作为 生日礼物啦 因为在我刚刚 刚刚开始拍YouTube的时候 懵懵懂懂的 有想过 跟他们 看看能不能合作到 我拍一条片 宣传一下 他们就借给我 玩一下 去一个场旅行 但是呢 那个email 应该是石沉大海 因为我纯粹送给他们 官方的email 后来隔了一段 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 其实是今年 有一天 我就突然间收到他们 市场 发送email 给我 就问我 有没有兴趣 去试用他们的新 Go3 那个cam 之前在越南的影片 也有介绍过 所以呢 那时候是特别开心的 好像见证着自己 真的有一个进步 比我自己喜欢的品牌 可以看到 所以呢 我就在 我想收到这个东西整个月了 我今天特别留下 现在先刷 很开心啊 我来到去场旅行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拍片给大家了 好了 刚刚已经度过了我的32岁了 其实32岁是一个 怎样的概念呢 我记得呢 我刚刚在大学毕业那一年 那时不是很流行的 说什么 五年后的自己是怎样的 我记得我唯一 就是有想过28岁的自己 会是怎样的 那时呢 他就说 你要直接写出来 你希望你28岁的一日 即28岁的你 那一日 整天会是怎样的呢 我好像也有在其他片里分享过 大概就是说 希望换醒我的 是我喜欢的工作 而不是他的闹钟 可能吃个早餐 接着呢 看报纸 吸收一下自己 喜欢吸收的行业资讯 接着呢 就跟大家开会 想一些creative的东西 即我个人是想自己做广告公司 我想回 其实我在过去的这几年 都某程度上是达到当时想要的生活 接着呢 踏入三十岁了 踏入三十岁 大家都说 哎呀 女的未结婚就惨了 未生孩子就惨了 怎样各样 很多不好的东西 但我很记得 我有一个朋友分享过 因为他大了我几年 他就说 其实他觉得 三十岁是最好的 怎么说 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他真的踏入三十岁 他突然间觉得自己很了解 自己想要些什么 想做些什么 我听完之后 可能因为真的入了老 那我就觉得真的是 二十多岁 刚刚出来工作的那几年 你经常遇到一些 工作上不开心的事 总是会有人跟你说 你熬过去 你熬过去 你忍吧 真的 举个例子 不好的上司 不好的客人 你忍过去 因为这个你是要承受的 你一定要学习的 所以那时候很少会跟随自己的意愿 觉得不对的 要说出来 总之就吞下去 因为很怕自己会做错决定 很想会跟别人去跟你说 你应该怎么做 而去做那件事 但后来慢慢就会试下 真的用自己想做的事 去做那件事 又会得到不错的结果 这样就会慢慢说 一步一步去再做多一点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出了一条 关于我裸辞的影片 所以后来我也会陆续收到 一些inbox 说他做的事很不开心 很辛苦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辞职 不如你给一些意见 多数未辞职的人 我不会跟他说 辞吧 你要有更好的世界 什么鬼 我不会这样去教人辞职 因为我觉得 我就算是你的朋友 我都未真的会很了解你 整个情况是什么 甚至是同事 可能目睹着你不开心的一些遭遇 我都未必是真的完全了解你 所以我也不敢说 单凭那段文字 去给些什么的意见 但多数我的回复 都会跟他说 你给自己一个休息 你自己才会最清楚 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 但如果有人跟我说 Joye很开心 我最近辞了一份 可能做了六年八年都很不开心的工作 那我一定会替他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你难得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你一定要记住 你做这个决定的勇气 不要很开心地做完这件事 然后转头又跌入另一个附近的附近 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前几天的经历 今天下午我妈妈帮我去缘 很想我去找个老公仔 其实近一年他已经跟我说了很多次 基本上我去到每个地方 我说我喜欢越南 他就说你找个越南人嫁去吧 我喜欢马来西亚 那你嫁去马来西亚 基本上我跟他分享任何我喜欢的地方 他都会想到 那你不如你嫁过他吧 所以你感受到他想我嫁人的欲望是多么强 其实如果不是找对一个人去嫁人 嫁人都未必是一样好事 但刚刚我跟了一个朋友去一个他的家族旅行 他的家族很开心 就是兄弟姊妹大家都生了小朋友 带着婆婆和公公一起去旅行 我每次去参加他们的家庭活动 完了之后我都会有一种很满足的开心 这次有一幕令我很搞笑 我是看见我是笑着 但我忍不住在那里流了眼泪 我见到其中一个爸爸把他十个月大的孙子 问他公公 公公你带他去逛逛好吗 公公其实真的坐在那里 按电话 还在吃东西 但他没有 二话不说 他立刻起床 然后接着那个很肥的孙子 然后跟他在那里逛逛逛逛逛 我见到这个画面 我真的觉得原来你有一个开心的家庭 其实你都不需要去想很多东西 你单纯地享受跟你家人互动 已经是很开心了 所以我感动就是觉得 原来拥有一个家庭 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而我见到他婆婆公公最大的乐趣就是 就算和孙子玩 那一刻当然是想起我的父母 我会觉得好像自己很抱歉 是我自己去选择走一条这样的路 令到他们 这是我的选择 我去选择周围去 自己一个周围去 去一些很长的时间 而令到他们不可以去享受到这些 这么简单的做一个公公婆婆的乐趣 那一刻我都有一点很抱歉 但是我可以做到的就是 我不知道我爸妈没有看这条片 我也很想让他们知道 就是你们现在都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 那有时候你遇不到对的人 就是遇不到住 那有些东西就随缘 可能我去日本的时候 就会认识到一个不知什么人 然后突然火速 觉得很有缘分 结了一份都不顶 虽然我看到画面是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部分 那好吧 这一条片就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陪了我过这个33岁的生日 我们下条片应该就是日本见 拜拜 好 你